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欢迎收看今天5月6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在湾区拉美文化庆祝当中 上千人不顾社交距离清朝而出 而旧金山加大最新检测结果就发现 当地米肾区新冠确诊者当中 95%都是西裔居民 每年5月5号前后 西裔社区都会欢庆拉美文化节 今年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改变 上千西裔居民聚集在硅谷之都圣河赛东区 观看汽车特技表演 完全不顾六英尺的社交距离规定 警方也采取措施驱散人群 有人就表示理解 在家憋闷太久的年轻人 到街头凑热闹的心态 此外 大家都不相信 新冠疫情会对生命造成很大危害 另外 旧金山加大 日前为旧金山市米肾区的4160名居民 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2.1%的居民确诊 而确诊者中95%都是西裔 专家认为 西裔社区经济状况相对较差 被裁员或者被放无薪假的人比例很高 为了生计 他们无法留在家中 必须在疫情期间出门找工作或者工作 因此感染病毒的几率很高 方航卫视 刘海平 旧金山报道 加拿大媒体《环球新闻》Global News 不久前刊登了一篇文章 称华侨援助中国抗疫 是在中国政府统战部门指挥下进行 有道内华人团体就表示 这篇文章充满误导和偏见 抹杀广大华人华侨对家国抗疫新冠疫情的巨大贡献 加拿大媒体Global News在4月30号发表一篇报道 题为加拿大境内统战团体 帮助北京囤积新冠肺炎安全防护用品 趁从1月开始 中国国内统战部门统一指挥 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 向海外华人华侨团体下令 通过海外华人华侨在全球低价 将个人防护用品等医疗物资搜狗一空 并把一些国家医疗物资短缺归咎于此 曾参与帮助中国抗疫的加拿大华人华侨 纷纷驳斥这篇报道充满了歪曲和误导 这样的活动完完全全是自发的 而且当时的大家的心情就是因为 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亲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人在国内 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这些参与援助中国的华人华侨团体表示 这些自发资源并非在中国政府的控制和指挥下进行 更让他们感到愤慨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在加拿大爆发以来 华人华侨们更是以极大的热忱 投入支援加拿大本地的防疫 但是这篇报道对此却视而不见 我们到目前为止 对加拿大本地的医院老人院所做的援助的资金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当时给祖国灾区所做的一些 就是努力 已经远远超过一辈都不止 这些华人支援者还表示 环球新闻扭曲甚至编造事实令人愤慨 对这样的言论必须勇敢反对 坚决抵制 凤凰卫视苏惠文温哥华报道 加州州长纽森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宣布 州政府将会扩大疫情期间 带薪假等福利至衣物消防等行业 以保障前线工作者的健康安全 纽森表示 之所以会发布这项政策 是为前线工作者的生命安全考量 如果有工作人员在上班期间感染新冠病毒 可以安心接受治疗 而不会因为薪资问题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截止周三 全州已有56212人确认感染 共治2317人死亡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无可飞 参加红卢山基报道 国会中原赵美新携手南加州帕萨丁纳市公共卫生局局长高盈英等嘉宾 近日是举办圣盖博古地区亚太裔社区疫情的网络组谈会 赵美新在会议的开始时至此表示 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的持续发酵 各种针对亚太裔的种族歧视问题 以及全美的种族主义问题也日益严重 他呼吁亚太裔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团结各族裔抵抗歧视和仇恨 不让亚太裔成为新冠病毒的替罪羊 据了解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月 洛杉矶郡地区总共截获96例歧视亚太裔的案件 而在最近的两个半月以内 全美共有近1600起 针对亚太裔的仇恨犯罪报告 尽管最近各政府部门已经推出 众多纾困政策和针对种族歧视的问题解决方案 但如今的亚太裔群体在疫情大环境中 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此外本次会议还对政府所推出的 种种纾困政策进行了讨论 林清怡还表示 如今针对中小企业的工资保障计划贷款和经济损害 灾难紧急预支贷款 已有超过80万的雇主正在等待批复 他呼吁受到疫情影响的亚太裔雇主 预先准备要文件并且及时申请 凤红卫视林漢琴 洛杉矶报道 休息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一组综合快选 洛杉矶市长贾希提本周宣布 将向所有民众提供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 无常法律服务 无论国籍和身份可以申请援助 贾希提指出 由于新冠疫情 目前许多民众面临困难 洛杉矶当地的律师团体组成了免费的 志愿法律服务团队 将为民众解决包括租金 就业问题或家庭暴力等方面的咨询和援助 贾希提指出 参与法律援助的律师 来自洛杉矶的多个顶尖律所和律师协会 市检察官办公室也参与其中 此外 该计划还将为企业提供法律支持 援助律师将为遭受重创的小商业主 提供包括新租赁合同的谈判 申请商业贷款等帮助 也让业者更了解新生效的法律法规 民众可访问coronavirus.lacity.org slashla represents寻求免费的法律服务 美国零号病人究竟何时出现 再次引发外界疑问 继早前加州圣克拉拉县表示 早在2月初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之后 伊利诺伊州库克县也宣布 将会复查去年年底的死亡病例 以确定是否由新冠病毒导致 库克县县至芝加哥最早在3月16日 录得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不过库克县的法医办公室计划 对早在去年11月起 因为心脏病发和肺炎死亡的个案进行复查 以确定是否与新冠肺炎有关 从而查证新冠肺炎病毒 是什么时候在当地社区存在 以及它的真正影响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承认 美国存在新冠死亡病例 被误认为是流感死亡病例的情况 由于新冠病毒可能在首个死亡病例发生前三周 开始在社区传播 这无疑给美国零号病人的出现时间 画上一个大问号 截至目前全美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21万6千例 死亡病例超过7万2千例 而全国几乎90%的州已开始逐步放宽 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居家令 而传染病专家则警告称 美国过快地放松了控制 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州病例近期有所增加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分析 发现26个州和地区上周报告的确诊冠状病毒病例 比前一周多 除两个州外 其他所有州均已开始放宽对社会限制隔离的限制 有州长将其归因于扩大的检测范围 而同时 这导致一些模型预测的新冠死亡人数 将比最近的估计数有所增长 在病例增长数最多的伊利诺伊州 前两周首次报告了2000例以上的新增每日病例 自那以后几乎每天都有至少2000例新病例报告 受疫情冲击影响 美国上月的民间职位大幅流失超过2000万个 打破最高纪录 3月份跌幅也被大幅上修 是2017年9月以来 首次录得职位减少 报告指出 职位流失规模史无前例 而且由于报告只是根据截至4月12号的数据来统计 所以职位的减少不能反映疫情冲击劳工市场的全貌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德表示 职位的大幅减少不令人意外 又表示相信周五公布的非农数字将是历史上最差之一 但强调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受控 经济渴望在下半年戏剧性的反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五天 全国共计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5.6亿元 分别按可比口径恢复到去年同期的53.5%和36.7% 和清明节假期相比都有大幅提升 旅游消费信心正在恢复 不过因为疫情影响 五一假期还是以短途游 周边游 城市和乡村的休闲游为主 今年的五一假期 约70%向公众开放的国内景区 都全部实现了预约旅游 30%的流量控制 在景区实现刷脸入园 刷码入园 最大限度减少人群聚集停留 台湾陆军269旅近8个月 接连发生三起自杀案 有两人身亡 其中一名中尉排长自杀原因 不排除与部队管理和工作压力有关 家属6号出面 要求军方给交代 家属控诉 部队干部霸凌害死人 对此台军首长颜德发 6号到立法院报告处置作为并备训 其中民进党立委质疑 军方提供给官兵的申诉 或辅导专线形同虚设 不仅内部领导出现问题 敦目舰近期爆发的群聚感染新冠肺炎 都让外界质疑台军管理松散 也影响军方士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下广告之后回来 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三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国在周三早时开盘 呈现了一个小幅上升高开 随后全天债幅震荡 收盘时 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 和标准Pro500指数 是三个交易日以来 首次下跌作手 而纳指还是呈现 小幅上升的走势 星期三的负面消息 是民间统计的就业人数 是历史记录上最大的 这个失业人数记录 达到2020万人 那么这个消息对市场 整体来说造成一个负面的心理压力 那么星期四还有新增首次申领事业 救济金的人数 当然周五 还有政府公布的劳工就业数据 尽管市场市认为 这个劳工市场的负面消息 已经利空出尽 不过市场心态 还是相当的保守神圣 而科技类股当中 早是算不错的是脸书公司 奈飞公司 亚马逊公司 苹果公司 以及微软公司 那么在星期三 另外一个弱势股是公用类股 那么有罪商表示 公用类股最近段时间会承压 主要是在这个停摆之后 工业用电 商业用电和民间用电 都是相对来说减少 而且在民间 以及工业企业 上交电费方面 可能也会造成拖欠 所以对公司的营收 会造成一点的影响 而石油价格 呈现获利回土拍摄的现象 收盘时是下降1.91% 那是24块1毛钱 做说能源类股也是出现走低 黄金价格略微呈现小 不下降1.34% 是1687块7毛钱一样 四座收 走来说市场在星期三 是相当的腿气 观望心态浓厚 三大指数是高开之后 走势反复 涨跌后见左手 你查到新三情况 凤凰一时旁折 纽约报道 再来看由TDMertrade 得美利证券提供的 全球财经之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tdMertrade 在新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 根据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的行政命令所赋予的权利 DMV为证件持有者、车主和企业提供一系列纾困措施 DMV继续鼓励客户通过网络虚拟办事处办理车辆登记续期 转让业务以及使用DMV自助服务机更换车辆登记卡和拍照贴纸 同时将豁免在2020年3月6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需要续期 并在原始到期日后60天内付清费用的车辆登记 同时免除在2020年3月4日至2020年6月30日到期的车辆 必须拥有现行有效贴纸的要求 2020年3月4日后到期的证件 有效期将延长至2020年6月22日 2020年3月4日之后也将暂停 进行车辆转让需在10天之内提交所有转让权的要求 与成为加州居民或在加州就业后 立即完成车辆登记的手续60天 除此之外 DMV规定2020年3月4日到期的临时操作许可证 在此后60天内保持有效 同时在2020年3月4月5月到期的机动车许可证 有效期将延长至2020年6月30日 DMV局长史蒂夫·高登表示 这项举措可以帮助许多加州人为他们减轻在这个困难时期所承受的负担 作为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的分公司 北美现代汽车富有尖端科技的SUV、房车、修理车 并始终将让一切变得更好 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 日前现代汽车的2020 Corna Electric以及Ionic获得评估质量排名的全球领导者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最佳电动车与最佳油电混合车殊荣 Corna同时荣获2020年凯丽兰皮书Kelly Blue Book 电动车类别中的最佳购买选择大奖 被Top Gear Electric评为销量最大的电动车之一 据悉2020现代Corna Electric起价为37,190美金 环保署预估行驶距离为258厘 环保署预计MPGE为120 并且获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十分之8.1的评分 2020现代Ionic起价则为23,200美金 环保署估计Blue车型的平均MPG为58 并获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十分之8的评分 两款车型可在北美现代全美各地经销商购买 均代表质量、价值与效益的最佳组合 北美现代汽车产品计划总监Scott Margossom表示 我们很高兴Corna Electric和Ionic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评为集聚中最佳车辆 生产具有高价值的环保车辆仍是现代汽车的重中之重 而我们将不断努力扩大现代产品阵容 在2022年之前计划生产13款环保车辆 一起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选择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生 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 静候您到来 劳力士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纽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华民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